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地方呢 是屏東的高樹 在高樹這邊呢 也是一個好重要的芋頭產地 在這裡呢 有一個很厲害的種芋頭的人 聽說他是 我都想見見了 芋頭 全部都是芋頭 對 全部都是芋頭 芋頭是我很喜歡的食物 不管是鹹的呢 甜的呢 煮火鍋 我都很喜歡 這個蜜芋頭呢 是我們台灣啊 不要說是在南部屏東 是從北到南 每一個冰品 糖水店 糖水店都會有這個 都會有芋頭 但這個芋頭好軟喔 它是把它燉得軟軟的 好 我們平常吃爆冰會加黑糖水 那它是這裡的特色吃法 加牛奶 甜甜的 這個呢 我本身呢 不是特別喜歡吃芋頭 真的 這個呢 很軟 很油 好吃 它已經把整個芋頭燉到 一壓就扁了 你看 它是一咬就化開 軟綿綿的 這個肥皮都可以吃了 台灣人超愛吃芋頭的 很喜歡 所以我們有研發了 因為是創新嘛 這個主題 我們有研發了好多芋頭的 周邊商品 我們呢 換好裝備了 換好了 我們的魚鞋 是否有阿英斯坦 阿英斯坦 對,看得出來吧 阿英斯坦 這個是什麼品種的呀 這是檳榔新芋 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的檳榔新芋 就香氣比較香 在這裡種芋頭呢 有很多好處的 對 首先呢,這裡呢 水 泥土優越 是好的泥土 對 然後呢 有山上面的水 都是土的水 還有地理位置呢 是非常之好的 阿英斯坦 我們現在有辦法可以看到 已經可以採收的芋頭嗎 有有有 然後這個芋頭就被採收了 喔 我發現有好多的 雜草小草 是 都不用除掉的嗎 不用不用 因為我們這個就是 等芋頭挖完之後 就全部就是 蕃土 對,蕃土從根的 所以這些雜草其實 會有雜草是因為我們 希望我們自己種的東西 我們敢吃 也去賣給別人吃 喔,了解了 哪一個可以呢 這個可以 從旁邊的 從旁邊 把它撲鬆開 把它撲鬆開 這一個比較乾 所以說它就好 比較硬 甘大坡啊 對 好,我打 甘大坡啦 摸出來 如果再大一點的話 要種多久 種八個月 這個差不多七個多月 七個多月 OK 如果種得越久 它會越大顆 我們就 種到那麼高了 有這麼高的喔 會有這麼高喔 這麼高之後 我們就停止吃 讓它慢慢的 慢慢降下來 你這樣子收成了 大概多少顆 差不多兩千顆左右 那有幾顆是這樣成功的 多了一百多顆 一百多顆 就量力 對啊,就量力太多了 真的不容易喔 哇 真的好不容易喔 這個你帶回香港吧 不如讓這個葉子的營養 回來到這個芋頭本身 那這個時候採收的芋頭 就是最棒 我覺得這個芋頭應該很好吃 我經常和你做很多不同的食物 對 這次我帶你回香港 其實用芋頭做的食物 在廣州的地方 也有一個食物很有名的 這個叫做芋頭燜鴨 除了有芋頭之外 我們有鴨腿兩隻 如果買到一隻鴨 你也可以用一隻鴨去做 不過鴨腿進去吃的時候 口感會比較好 而且容易買 對 然後基本的中式材料 薑、蔥、蒜,對嗎 更加一點味 顏色就是用乾蔥頭 乾蔥頭 紅蔥頭 乾蔥,對 然後用甜麵醬 甜麵醬 我們先用中火加熱 中火,好 第一件事,我們一般來說 要煮熟的 如果這樣用來煮熟 它就會很容易散 所以我們會切成一塊塊 大塊一點也不要緊 因為我們要燜 待會兒用去拉油 好,然後用鴨腿 鴨腿分開 鴨腿分開,皮就不要切 用來燜 所以有一點味 我們在這裡加一點 一點白胡椒粉 加一點,假如油的味道 基本的調味就可以了 蒜頭 假如你不介意吃皮 一樣,不要切 林莎很大力 很棒 好 然後薑,我們也要放些薑的皮 因為皮也挺香 最重要是洗乾淨 切開一片片 油熱了,可以炸芋頭 好,可以放進去 媽媽,小心點 直接炸嗎 因為我們夠快 就不用再炸芋 很香,你聞到芋頭的味道 炸到金黃就可以了 我們要把鴨腿煎 一腿 半煎炸 好 一樣,不用放粉 先炸肉,然後炸皮 油會有芋頭的味道 也會有鴨的味道 我們會用這個油 炒香我們剛剛做的配料 一起炆 所以這個油就有很多的味道 芋頭味,有鴨的味道 然後炒香配料 沒錯,要多一點油 我們剛才把鴨腿半煎炸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燜 對 對,要燜了 好了 你要用那個油,下去先炒香 沒錯,對 我們這個油 我們剛剛炸完鴨腿的油 它有芋頭的味道 有鴨的味道 我們放一點 不用太多 真的有點夠 好 對 先爆香的蔥和薑 變得有點金黃色 好 好 你聞到蔥的味道 聞到香味 對 好 然後蒜和皮 酸 乾 乾蔥 好 很簡單 好 炒香 放一點甜麵醬 甜麵醬 所以味道比較重 我們放兩個湯匙 這個步驟叫做炒醬 炒醬 為什麼要炒呢 因為醬要經過熱力 炒它們 對 它才會香 如果這樣加水 它也有味道 但是沒有那麼香 所以一定要先把它炒香 炒好之後再加水下去 這步很重要 很重要 我們有一點點的冰糖 蠔油 這個樣子也是炒醬的步驟 大約是一個湯匙 先收小一點的火 然後我們下酒 下酒就是首先 看看會不會有東西黏 可能黏在鍋底 我們想釋放一些味道 還有這個紹興酒 花雕酒這些 它也有點甜 因為我們稍後還要加水 加水 所以醬汁要濃一點 小心一點 所以我們先炒鴨腿 煮沸後 芋頭就不要下 因為芋頭已經被炸熟了 不要攪拌它 不可以現在放嗎 你太早放, 它就會很快爛 我們先炒鴨腿 好 煮沸後 就收回最小的火 好, 最小的 最小的 煮沸著它 煮沸著 煮沸著 好, 幾分鐘 等它吃完五分鐘 好 最後才放芋頭 就完成了 對 很香… 很香, 很濃郁 我忍不住了 試一下 分開 對 我們這個芋頭剛才有炸過 所以它的形狀都還在 可是一咬下去以後 裡面是鬆的 真的很軟 有一樣東西你錯過了 這個 這樣就會有不同的口感 試一下 這也是用芋頭炸出來 芋頭片 香港芋頭如果要這麼濃 要有很多很多芋頭 然後再濃縮 這裡其實我們自己用了 兩隻小小的芋頭 但出來的效果也很好 好好搖 這個鴨 除了有它本身的味 它已經有芋頭的油在裡面 所以融合在一起 芋頭、鴨 大家都有大家的味道 真的 阿澤, 我發現你好會料理芋頭 來到嘉義的有百多年歷史的東市場 這個市場是非常歷史悠久的 這裡其實是嘉義人來這裡買菜的地方 買菜之餘 也是他們的廚房 但這間後面的肉捲非常特別 它用雙網油捲著肉去炸 是非常非常香 我被香味吸引了 你可以看看這裡有多少人 我就不客氣 我先去排隊 這一盒就是剛剛買的肉捲 真的很好 它還要很熱 我們可以看看裡面 它很大塊 它軟軟軟軟 有些咬口 皮還要很脆 它吃下去 有點像在香港吃的魚捲 但它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外皮 香港的魚捲很多時候 都是用褲皮、豆皮去炸 這個是用豬網油直接炸出來 然後比我們一般打火鍋 大起碼三、四倍以上 而且剛炸出來是非常好吃的 一般來說 可能媽媽來這裡買完菜 都未必有時間回去準備午餐 這些食物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 買回去之後 不用自己煮 就已經可以開餐了 去支撥市場